- 尖叫做小鱼 - 尖叫做小鱼 今天都是傻里亚靖 每天开机玩游戏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闲者 我是RICO爸爸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叫做战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 新发售的游戏资讯等等的 这周的新闻大人小孩都爱 首先是任天堂的玛丽欧电影 总算是面试了 看起来好像还蛮赞的耶 而且任天堂的影视之路 还不只是只有这一部电影而已 从任天堂近期的动作来看 以后可能会有更多任天堂的游戏 会被改变成电影或者是影集动画之类的 另外还有巫师系列以及2077的游戏开发商CDPR 在这周突然公布了他们家未来好几年的工作计划 里面有好几款巫师系列未来的新作 以及电狱判哥这个系列的下一作 甚至还有一款未正式宣布的全新游戏IP 正在制作当中哦 Surfshark VPN让我好意外好开心好惊喜 我给各位翻译翻译什么叫做意外 一人购买万家乡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三叔公六姓婆全都装 不限制装置数量仅此一家 我在翻译翻译什么叫做开心 用途超多涵盖广 跨区买游戏玩游戏Netflix追剧还保护个人资讯 Windows Mac Android iOS Xbox PS5 全都可用 最后给大家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或者使用折扣码 The Great Idol 可享一期则优惠加上额外三个月免费服务 30天保证退费机制 24小时克服赔料 还有提供保护在保护的Surfshark 1 帮你挡住Paymeo 这就是好意外好开心好惊喜 试试看会上瘾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本周的游戏新闻部分吧 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到马利欧这个游戏是几岁的时候 自从第一款马利欧游戏推出至今 都已经要迈入第40个年头了 任天堂这周在纽约的ComicCon上面同步举办了一场最新的直面会 当中秀出了许多玩家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马利欧首部电影预告片 为什么说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呢? 这是因为当初任天堂宣布这部电影的时候 同时也公布了电影当中的演员名单 而饰演主人公马利欧的居然是星际义工队里面的星爵 Chris Pratt 当初因为消息透露的很少 没有人知道这部电影到底会是动画电影 还是说是真人饰演参杂着动画特效 而且参与电影制作的副制作人在受访问的时候 还有提到 Chris Pratt 在电影当中不会模仿马利欧的意大利口音 所以有不少的玩家就开始担心了 Chris Pratt 会不会个人的特色太强 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会不会就是毁了大家的童年回忆 那答案总算是揭晓了 这一次的马利欧电影完完全全就是一部动画电影 但是真的超有feel 要幽默有幽默 要震撼有震撼 帮库巴配音的Jack Black也是配得超好的 霸气中还带着一点贱贱的感觉 齐诺比奥的配音也是很符合这个角色 至于马利欧呢 就嗯 真的很Chris Pratt 适不适合 好不好 这本帽在直面会当中也有提到 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 还会有更多更新的电影预告片 电影当中也会藏很多小细节小彩蛋 不过目前电影就像是游戏一样 还在最终的打磨阶段 看完预告片 我自己觉得是必看 而且还一定要带我女儿去看 这样就可以顺便跟他说 爸爸以前就是玩这个游戏长大的哦 这部马利欧的电影预告片呢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连结我们就放在下方 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任天堂的电影梦呢 还不止这部马利欧电影而已哦 这周任天堂也宣布了 旗下不久前收购的动画公司Dynamo Pictures 正式改名为Nintendo Pictures 任天堂影业股份公司 从游戏界正式跨足到了影视产业啦 而这也似乎是游戏产业近期的趋势 许许多多的游戏厂商都开始朝向影视这一块来发展了 这当中当然也包括索尼的PlayStation 从原先的PlayStation Studio工作室 改成了PlayStation Production制作公司 旗下包括明年要开播的《最后生还者》影集 和已经上映的Uncharted在内 总共有七八款游戏都会改变成电影或者是影集 虽然过往有不少游戏改变的电影影集 都常常是翻车啦 但近几年表现还不错的电影影集 的确是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毕竟在做游戏的过程当中 通常都会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架构 当中的人物角色或者是故事情节 也都是经过玩家的市场认证 具有吸引力还有认知度的 那只要不乱搞事不乱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理论上是会比从零到有重新生出一套剧情 世界观还有人物角色还要来的容易啦 以任天堂来说 他们家光是用马利欧这个世界设定 就能做出不知道多少种有趣的电影剧情了 像是什么纸片马利欧啊路易吉鬼物啊 随便一个题材拍成电影呢 我应该都会去看啦 更不用说他们家旗下还有大量其他的游戏IP 而且还几乎都是全年零像的 如果任天堂能够认真起来经营影视产业这块 感觉未来也是很有能力跟迪士尼或者皮克斯一拼哦 更不用说如果影视这块做得成功的话 还能跟相关的游戏一起打出连招combo 进而带动游戏的销售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看过影集的人都会想要开始去玩游戏 玩过游戏的玩家也会慕名跑去看影集 用LLL 英雄联盟这个世界观做出的Arkane奥数 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在内 很多人都是因为内部影集而再次回国啰的 未来我们势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游戏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是影集 虽然这当中雷的一定也是少不了 但是只要其中有几部不错的还是都蛮开心的 既然讲到影集带动游戏销售的案例 那就一定得提到近期最佳的模范样本 以《电狱判科2077》这款游戏的世界观作为基础 由日本的Trigger动画公司制作 Netflix发行的Edge Runners 边境行者 CD Project Red因为这个影集的爆红 让他们家的《电狱判科2077》这款游戏 自从发售之后又迎来了第二春 除了因为电影影集而回国的游戏人数暴增之外 也同时又带动了游戏销售 让《2077》在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 终于是达到了2000万套的销售 目前《电狱判科2077》最新版本是1.6版 除了有加入影集《边境行者》的相关任务和小彩蛋之外 过去游戏刚发售的时候 那些奇奇怪怪的bug跟问题都已经改善了很多 藉由这次回归的玩家流量 游戏的口碑也渐渐都变成了好评居多 影集的成功算是另类的帮他们挽回了名声 不过这个礼拜的重点不是这个 而是CDPR在这周的《投资者汇报》里面 宣布了一大堆的新消息 把他们家未来要做的游戏全部都一一列出来 后续他们在推特上又更进一步解释了这几款游戏 首先是巫师系列代号为Series的作品 负责开发这款游戏的是CDPR去年底收购的 The Molasses Flood 游戏工作室 Series 这个新游戏会建构于巫师的世界馆子上 但是 CDPR 说这款游戏在玩法上面 会跟他们家过往的游戏很不一样 受众的玩家也会更广 这是因为他们想让更多的玩家都能体验巫师的世界 巫师 Series 会是多人连线的玩法 但是还是会有剧情任务这一类 对他们家擅长的单机元素存在 听起来好像有点难想象游戏会长得怎么样 但是如果看看这件工作室做出的上一款游戏 应该就可以看出了一个大概 他们家做的上一款游戏Drake Hollow 玩法是第三人称的动作生存游戏 虽然说新的巫师作品不一定也是做成生存类游戏 但说实在的如果能用巫师的世界观 做成类似像是魔物猎人 又或者是腐烂国都那种精神时光屋 当一个猎魔人出去打怪打素材 带回家提升自己的装备或者是城堡基地 光是用想象的感觉就会不错玩 接着是代号Polaris的巫师星座 也可以暂时叫做巫师4的比较好理解 巫师4在今年3月多的时候 就已经放出了一张猎魔人徽章的图片 官方后续证实了图片当中的徽章项链 是属于新的山猫学派 虽然不知道这款巫师4 会不会延续之前杰洛特或者希里的故事 但是这周CDPR在推特上证实了这款星座 会是全新的巫师3部曲当中第一款游戏 在Polaris也就是巫师4推出之后的6年之间 他们还会继续再推出两款续作 来完成这个全新的3A大作 巫师星三部曲 而这次这款Polaris几集续作的制作 CDPR也放弃了以往一直使用的自家RAID游戏引擎 选择了与EPEC的UE5虚幻引擎合作 理论上这个会大幅度提高他们家做游戏的速度 不再需要跟以前一样 游戏边做引擎还要边修边改 避免到游戏做得太慢 或者是游戏引擎改动太大导致难产 就像是2077一样Bug满天飞 现在改用了去换引擎 除了本身就足够稳定足够成熟之外 如果还有需要修改调整的 也都会有专人帮他们搞定 让CDPR能够专心做好游戏 不过这款新的巫师4 Polaris 还是在前期制作的阶段 感觉至少还要再等个两三年以上 才会有机会看到最终的成品 然后剩下5跟6的两款续作 如果能按照CDPR给出的6年内完成 随便算一下时间大概也要到2030年去了 最后一款新的巫师游戏 代号Canus Majuris 这个资料就不太多了 CDPR在官方推特上只有提到 这会是一款完整的巫师游戏 但并不包含在新的巫师三部曲里面 游戏虽然是外包给第三方的工作室 但是给谁做呢没有明确的说明 只知道这间工作室 过往也曾经参与过前几作巫师的游戏制作 至于其他像是电狱判客的续作 以及还没有公布的新游戏IP 也都一样没有透露太多消息 以电狱判客这个系列来说 CDPR只公布了游戏的代号Orion 并且说这款游戏会延续这个游戏的系列 探索电狱判客这个黑暗的世界设定 而全新的游戏IP代号Hadar 也只说这是个完全从零到有自行原创的新IP 但是目前都还在非常非常早期创意发想的阶段 现阶段就没有任何可以实际游玩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则比较奇妙的消息 那就是CDPR在推特上又额外发了一则讯息 上面写道 未来他们家的新游戏都会加入多人连线游玩的功能 来更丰富游戏的单机体验 其实根据后来爆料出来的消息 电狱判客2077这款游戏在自爆之前 原先CDPR也是想要做一个类似GTA Online的夜城版本 但是后来不知道是技术上有问题 还是光是修游戏就忙不过来 反正这个计划似乎就是这样GG了 很好奇他们未来游戏排成这么满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还真的有能力 在每一款游戏当中都加入多人有玩的模式 影片看到这边 希望各位可以拉开下面的留言看看其他的观众留了什么 如果有喜欢的或者讲到自己心看力的 请顺手帮大家按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 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过哟 那接下来按照管理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大家可能常常会在网路上看到各类的Minecraft神人 用游戏内的方块真实还原出各式各样的地貌或者是建筑 那这边要介绍一位Minecraft大神Kristakal 他居然用Minecraft打造出了整个宇宙 其实原先他只是想要做出一个太阳系而已 光是要把地球还原出来就整整花了三天 后来在研究出来可以透过光影特效做出特别的效果之后 野性就越来越大 做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 从太阳系做到了银河系又做到了黑洞 最后甚至做出了人类已知的整个宇宙 不管是哪一个画面都是超壮观的 看起来几乎都已经不像是Minecraft这款游戏了 真的是超佩服他的毅力 影片连结还有他YouTube的频道呢 我们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有机会的话要去朝圣一下喔 博士广哥的广告就先到这边 感谢玩软官方以及节员 每周提供2张14天的HP用卡 来给偷闲交战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参加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的任何一篇游戏新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规则以及开讲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置顶的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一周 让我们来一些新游戏可以玩 Overwatch 2 斗生特工2 这次二代把原型的6打6改成了5打5 除了有新增一些地图还有玩法之外 也多出了三个全新的英雄角色 最重要的还是游戏的PVP模式 变成了完全免费 收费的方式不再是过往的开箱 而是变成了现在最流行的战斗通行政 虽然二代乍看一下跟一代差不多 额外新增的内容感觉根本就是个DLC的程度 但不得不说玩起来实际感受跟一代相比 差别还是蛮大的哦 一代当初因为暴雪设计方向的问题 造成最终变成有点像是选角色组合 以及看谁先破盾的游戏 这次二代终于是开始着手修正了这些问题 像是减少坦的数量 减少角色的护盾还有CC技能 额外增加了职业被动技能等等 总算是让斗阵这款游戏 渐渐回归了FPS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本质 我自己是觉得比以前好玩很多 而且打一场的时间还蛮快的 既然现在变成了免费了 真心推荐所有人都去试一试 如果喜欢游戏中的哪些英雄角色的话 甚至网站上还是有很多额外的内容可供观赏哦 虽然尼尔已经出了好一阵子 现在总算正式登上了Switch平台 那这次尼尔自动人形年度黄金版 收录了线程曾经推出过的DLC关卡 以及服装外观等等的内容 这款游戏的战斗简单好上手 爽度游戏要注意也多 不只是一款动作游戏 有时候还会变成弹幕游戏 BGM也是很惊人哦 在2017年的时候 还要特别来台湾办过音乐会 但是剧情才是尼尔 这款游戏神奇的地方 各种明显暗线铺成反转 还可以透过游玩不同的角色 来从不同的切入点来看故事 这些再加上上述的优点 都让整个游戏的过程回味无穷 最最最后的收尾 也是画龙点睛 你没有玩过的话 刚好可以趁这次Switch的版本推出 去试试看 No Man's Sky 无人升空 如果喜欢开飞船 喜欢银河探索的话 无人升空可能就是你的精神石光雾 看似要开飞船战斗 认识外星文明 盖出自己的基地 又或是当个宇宙商人 随便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虽然这款游戏刚出的时候 因为秉化的太大 内容太少 结果就是玩家大量的反弹 甚至还变成了网络民营 但是开发商Hello Games 知错能改 散莫大言 几年来不断的免费大幅更新这款游戏 陆陆续续也推出了好几个大型的更新档 游戏的内容玩法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这个礼拜推出的是Switch的版本 同样也是包含了过往的那些更新资料片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 既然这集讲到了马利欧的电影 那就当然要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大大的作品 由Re-Imagic Games这个频道 用虚幻引擎所打造的真人版3D马利欧游戏 主演马利欧的 当然就是电影版的演员Chris Pratt 游戏除了有超酷炫的首页画面之外 各种场景都是完整的还原了初代马利欧游戏 只是画面变成了超高清的3D平台跳跃版 各种吃金币 敲装块 啃蘑菇 柴乌龟等等的内容 一个都没少 就连不同的关卡也都有做出来 目前就只差真人版的Jack Black库巴还没有做出来 很好奇到底会长得多奇妙 影片的连结也是放在下方哦 好了 本集的偷闲超好战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叮当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敲捷 或者是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CO爸爸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在我工作室的楼下 有一间超好吃又超便宜的早餐店 明明是什么没什么没开头的嘛 它的就特别好吃又特别便宜 火腿蛋吐司松蛋只要35元 经营早餐店的是一对老夫妻 老婆的速度飞快 肩台都是他负责的 老公就是负责吐司切鞭 烤面包炸物跟饮料这些 他真的超神奇 每30秒就会出现原地呆滞 一下抓头一下看伤手 完全诠释了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干嘛 然后几乎天天被老婆狂定 今天去买的时候看到他们互换位置了 老公顾肩台老婆顾后面 就看到老婆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只嘴 不是说肩东西很简单 你怎么都肩交掉了 你怎么肩错了 搞得在场等的人都超级尴尬 然后我等了20分钟的蛋饼 满满的蛋壳 好 感谢观看